欢迎来到BuilderDAO教育工会打造的BuilderMoke 课程开始之前,欢迎关注和收藏我们的频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才的加密世界 欢迎来到SwayMove系列课程第三单元第三节 在本节我们将会学习到Waitness设计模式 Waitness和之前提到的Capability一样 它也是一种设计模式 它的作用是用于证明一个资源或者类型 在这个资源被消耗之后 那么它只会被创建一次 此时,这个资源就会被称为Waitness资源 这种模式也是被称为Waitness设计模式 我们可以把Waitness想成一种密钥 但是这个密钥不能被存储 并且是一次性的 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它才会被生成 并且用过之后,它就会被作废 也就是说这个密钥 Waitness资源,它见证了某个资源的生成 如果某个资源被生成了 那么它一定是消耗了一个Waitness资源 同样,一个Waitness被消耗了 那么一定是它创建了某种资源 所以Waitness作为一种资源和Capability的区别是 这个资源它必须有Drop的能力 因为对于Waitness资源来说 在它被使用之后,它必须被立即消耗掉 或者是丢弃,用于确保它不会被重复使用 用来创建多个实力 同样,我们是通过例子来学习 在下面的例子中 我们的Peace就是Waitness资源 而这个Guardian则是我们需要控制实力化的资源 这个Waitness资源必须有Drop的能力 从而满足在这个资源被传入到这个函数之后 可以被立即丢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CreateGuardian这个函数 它接受了一个包含Drop的类型参数 并且在它的参数列表中 第一个是Waitness 并且前面包含一个下滑线 这个意思是 这个函数必须提供这个资源 但是这个资源并不会在这个函数的函数体中用到 所以这个函数的作用是 消化了一个Waitness资源并创建了Guardian这个实力 如此一来 它确保了一个Waitness只能创建一个Guardian 所以可以说Guardian的实力是在这个Peace 也就是我们的Waitness资源的见证下而创建的 除了在上面提到的Waitness 虽目中还包含一个特殊的Waitness模式 也就是One Time Waitness 通常简写为OTW One Time Waitness对于之前的Waitness设计模式来说 木包的整个生命周期只能创建这一个Waitness 而普通的Waitness设计模式它是并没有限制的 它只限制了一个Waitness对应一个实力资源 但是它并没有限制这个Waitness的个数 而在我们的One Time Waitness来说 整个木包中它只能创建这一个Waitness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以这个密钥的方式来理解的话 One Time Waitness可以理解为这个木程序它只能创建这一把密钥 所以可以保证由这个One Time Waitness创建的资源在整个区块链上都是唯一的 所以说这个One Time Waitness也是Waitness模式的一个指模式 在虽目中如果一个类型的定义具有如下的属性 那么它就会被认为是一个One Time Waitness 首先这个类型的名字它是以模块的名字命名的 但全是有模块名的大写字母组成的 并且这个类型它只有Drop的能力 例如下图中的Move类型 这个程序包叫做Move 小写的Move 而这个类型的名字它是以这个程序包的所有大写字母组成的 并且它只有Drop的能力 同时在代码中如果要得到一个One Time Waitness 我们需要利用模块中的NIT函数 并且把这个参数类型添加到 NIT函数的第一个参数的位置 然后在3发布合约的时候 它会自动生成One Time Waitness类型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Peace的这个例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One Time Waitness 这个整个程序它叫做Peace 而这个资源则是Peace全部的大写 同时它把这个Peace这个类型 放到了NIT函数的第一个位置 那么此时这里它就是一个One Time Waitness 如果我们不按照One Time Waitness的规则来写的话 那么编译是会报错的 例如我们把这个Peace最后一个e改为小写的e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提示 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参数 One Time Waitness Type 它必须跟这个模块的名字的大写是一样的 或者是它没有任何的成员变量 或者是它只有一个布尔的一个成员 而这个是Waitness的其他情况 我们可以在税议的文档里面可以看到 但这种情况非常的少限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没有提到 以上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 下一节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 Coin合约的内容 又得到Web三人才和项目孵化器